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JJ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国际局势 尤其是乌尔战争已经打了九十几天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停火的迹象 不过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如何 我们先带您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普京的攻势可以说是蛮伶俐的 整个天空都是火焰 在哪里呢 他说俄军触动了毁灭流星的燃烧弹 袭击顿巴斯前线 而且杀伤力极强 而且他们说俄军疑似向乌军的阵地 发射了这个铝热剂的燃烧弹 但是现在欧盟禁止了大部分的俄罗斯石油 那么泽文斯基说顿巴斯的情况 可以说是极其困难 甚至还有报道说 罗干斯克的州长他自己也说 随着气温的升高 空气已经弥漫着一个可怕的死亡气味了 那么现在乌克兰一直要的这些武器 总算鱼叉飞弹到手了 但是乌克兰军队扬言及成 俄军整个黑海舰队 但是现在美国是不是落跑了呢 因为怕误极了俄罗斯的军舰 所以有人就说 美国的舰队悄悄开溜了 俄罗斯的士兵现在传出 他们里面也是很乱 尤其是英国的情报说 俄军在乌克兰已经发生了 小规模的叛乱 甚至还想要来暗杀他们的将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再带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在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他说 不会提供乌克兰射程 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武器 其实俄罗斯一直都很想要 这两款武器包括了 M270多管火箭系统 它的射程可以42到300公里 那么这个M142多管火箭系统 射程则是可以2到300公里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这两款的武器 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蛮厉害的 但是万一它超过300公里的话 就到俄罗斯的境地了 所以现在拜登说话了 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可以听到拜登这么说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参谋 首席联席会议的主席也说 美国正在努力防止 乌克兰的冲突升级 北约内部现在似乎 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共识 不给乌克兰主战坦克 你要来帮助人家 又不给人家武器 现在大家就有很多的问号了 而且欧盟现在已经达成协议了 年底前禁止90%的 俄国石油进口 但是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地方 在德鲁斯巴的输油管线 是被排除在外的 因为匈牙利的抗疫 但我们的代言来看到这一边 禁运俄罗斯的石油 但是欧盟现在瞧不拢了 就连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现在都开炮了 他说为什么你们要依赖俄罗斯 为什么要屈服他们的压力 俄罗斯每天靠着贩售能源 就能进账数十亿美元 他们现在要反击拜登的制裁 俄罗斯是靠着习产地油 这1000万桶的油 真的是卖爆了 所以我们代言看到的是 其实光是这些油 欧盟原本三月才进口100万桶 四月已经来到了130万桶 比原来的还要多 那么其实 其实很少人知道的 这个大宗商品贸易商 有在帮助俄罗斯出售石油 尤其是美国的这一个珊瑚公司 他们说乌俄战争之前 一桶大概是60万美元 现在已经叫价到2000万美元了 你看差这么多 所以有人就说了 这他们制裁真的有用吗 纽约时报都修了 可能要等战争都过了 都还没有让俄罗斯真的痛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这个林委员您怎么看 先讲这个鱼叉飞弹的问题 鱼叉飞弹我相信它不是 部署在舰上的 海色型的 它是在陆地上的 陆地上有两款 有一款就是我们 我们想要买的 希望这个真层型的 大家可以打到差不多200公里 甚至250公里 没有打出来人家不知道 但知道它打比较远 一般的大概就是差不多 130 140公里左右 我们比如说我们也要买 我们跟美国讲 我们要买真层型的 美国最后大概卖我们的 就是普通型的 那个其实我们的雄风飞弹 就已经可以打那么圆了 这个东西如果卖给乌克兰 部署在陆地上 对黑海舰队 的确是非常大的威胁 但是你说 他会不会卖给他真层型 真的可以打到200公里 甚至250公里的 应该不会 我认为不会 你看美国政府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榴弹炮 还是东方火箭 还是这个飞弹 就是说我要拖住你俄国 我要把你陷在乌克兰 慢慢在那边折磨你 削弱你的力量 但是我千万 我绝对要避免得罪你 因为我不想跟你冰龙相见 这个是我想做 你看米利讲的话 参谱联系会主席 他是防止乌克兰冲突生机 也是他在川普的 最后的那个几个礼拜 两度秘密打电话给 中共的军委会的联合参谋会议的 参谋长李若晨上将 两度打给他说 我们不会偷袭你 你放心 不要这样子 不要有太多猜忌 猜忌就可能会引发冲突 所以美国他们军方 其实军有时候比文人 还知道战争的残酷 他恐怖 所以他要压 但是不管之后 你去看拜登对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两度打电话给习近平 一次是私讯去年10月 第二次是3月通电话 他讲的都这样子 我们会竞争 但是我们不要冲突 就是说竞争可以 战争是不可以的 因为大家都有核子武器 搞起来就真的会死人的 会死很多人不是死人而已 所以我觉得大概美国卖给他 或是英国卖给他的 也要美国同意 大概就是普通行 大概就打差不多130公里 可能到140公里就这样子 但这个也够呛的 那俄国人会怎么做 可能他未来就改用潜舰 发射这个飞弹攻击 你陆地的目标 或是他的所谓的封炸机 这个战略封炸机 飞到高空来发射 急速的飞弹 或是一般的飞弹来攻击你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俄国打这个仗已经有点不择手段了 俄国人打仗白就真的不择手段了 而且真的很能打 我讲了很多次 这个战争不容易结束了 很重要的原因你看看 他们当时二次大家被德国人围的时候 打了多少 872天列宁格勒 史大利宁格勒打了199天 对不对 等到他们去打阿富汗的时候 早就打不下去了 他们硬撑撑了3390天 对不对 打了快要10年 9年加一个多月这样子 所以这个战争不容易停 然后但是他一定要把乌冬整个 要吃下来跟乌南 所以他就说你说他用各种 被禁止的武器 哪来使用他也干 这个就是俄国人的打仗的风格 是非常残酷的 我又想问一下 其实德国也想帮忙 那就德国给的武器 都不是这些主力的战车 德国慢慢吞吞的给 爱给不给样子 一下子说我的战车可以给你 但是那个炮弹 炮弹是律师要提供 他就拖到为什么 因为德国人不愿意 他们在二次大战 也拧教过苏联的军队的野蛮 围柏林杀了多少人 占领了又杀了多少人 所以他们了解 他们也不想打这个仗 德国的是非常反战的 然后最重要是 石油跟天然气有问题 他们现在讲 天然气2027年在停 石油10月份要停 如果我们这礼拜三 他们做成决议的话 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你要停就马上就停 从匈牙利凡队也有了 德国法国这些大国 也是故意拖拖拉拉 为什么 天然气如果都从美国进口 液化天然气 那个价钱比从俄国经油管送进来 石油也好 天然气也好 这个价格差太远了 所以这个德国的做法就是 我是很情愿 他们为什么德国跟法国最近 两国领袖又开始打电话给普丁 直接先打 起头打 就是希望不要再打了 因为倒霉的不是只有乌克兰 倒霉的也是俄国 这个德国也是法国 所以这个他们也说不了 所以欧盟其实想停 最不想停我看是美国 不过我们要请教一下兵哥 你怎么看 现在传出俄罗斯的石油会洗产地 那么现在就连美国珊瑚公司 都讲到了 这个原油真的好好卖 以前60万美金而已 现在2000万 这差到多少倍 俄罗斯的石油会洗产地 是一开始大家就知道的事情 而且谁帮他们洗 不好意思 就是一堆美国公司在帮他们洗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有钱大家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欧布莱恩 欧盟的主席上个礼拜才讲过 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停止 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是因为如果他们不买 别人会用更好的价钱去跟他们买 反而让俄罗斯赚更多 你们这种理由都已经讲出来 你就知道欧盟其实不想停 因为停下来 他们自己会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所以他们现在虽然做成了 表面上做了一个决议 说年底之前欧盟绝大多数都停 但是只有匈牙利那块不停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欧盟 现在真正内部的想法有什么 他们希望要赶快结束这场战争 让这场战争不要再打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最近不管德国也好 不管法国也好 第一个平平跟俄罗斯接触 第二个 他们运送武器的速度越来越慢 他们就故意慢慢送 美国是讲得很积极 可是美国真的有送得很积极吗 也没有 美国送的速度也没有很快 美国号称550亿的军援 乌克兰 其实绝大多数都还没到位 他其实只到了一小部分 而且还慢慢给 所以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包括美国自己的情报都知道 乌克兰如果持续要这样打下去的话 恐怕不只是欧盟这些国家会受到损失 美国自己搞不好都会受到损失 因为他也是一个无敌的前坑 美国现在自己内部正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 他到底要投多少钱进去 对俄罗斯来讲 他当然也有受到伤害 可是现在看起来至少在有物料这块 石油电源器这块 他反而倒转 所以这样下来就变成一个两败俱伤一个局面 那乌克兰更不要讲 他自己是首当其冲 他的人民财产 生命都在损失当中 所以我觉得虽然美国在提供一些武器 你看拜登直接就讲了 我不会给你武器让你能够打到俄罗斯 那表示他限定他作战的范围 我为什么要限定你作战范围 表示他也不希望冲突过大 其实我帮拜登讲白了 战争就在你乌克兰境内打就好 其他都不要打 其实他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你看美军的舰艇每一次都这样 我过去东西什么东西 我帮你稍微看一下 东西送给你 我就跑 就这样 他每次都来这一套 因为再来讲美国的军舰 你觉得会比俄罗斯差吗 他并没有 可是我就是不想卷入这场战斗 那鱼叉送来 当然对黑海舰队一定会造成威胁 但乌克兰那个牛也吹大 什么歼灭整个黑海舰队 你也太夸张了 我老实讲 你当你没有 你要知道他是陆基型的 他最大的致命伤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其他相关的防空单位 帮你做守护的话 你一旦被人家发现你在哪里 很快就被人家揭灭 人家军舰不用揭灭 我飞机来就把你干掉 所以我觉得那个鱼叉 当然会产生嚇阻力 但是也不是那么强大 我觉得乌克兰那个牛 不要吹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 承洛斯区现在是时候要去思考 西方这些国家 其实态度都已经在转变了 然后顿巴斯前线 这样遭受这么大的伤害 你看普丁共的手段 你越来越不择手段 我管你 以前我可能还在乎说 是不是人命尽量不要杀伤 或怎么样 现在燃烧弹什么 我能K就K 能丢就丢 反正我的目的是获得战果 我把你赶出来就好 剩下会造成什么结果 反正战争已经打成这样 他也不在乎了 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 最后受害最苦的都是乌克兰人 泽伦斯匆 身为乌克兰总统 真的要好好直律思考这一块 不过现在西方的制裁越来越多 已经到了第六轮了 请问一下友志哥你怎么看 尤其现在连纽约时报都讲 你真的对他制裁 让俄罗斯会痛 可能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甚至是战争都打完了 你讲的就是有 大家已经就算了 俄罗斯要让他痛 他有 他有没有伤 怎么可能会没伤 制裁没伤 制裁干嘛 但是什么时候 两年后 战争就打完了 你从原油引申出来的制裁 有多少 包括连英国 我们现在要脱离俄罗斯的能源 控制 然后波利斯·姜臣在国会讲说 你预备什么时候 完全脱离俄罗斯 很快 什么时候 2027年 你可不可以再快一点 可以吗 现在2022年而已 对 现在还要五年后 所有的欧盟国家很清楚 现在90% 要制裁俄罗斯原油 能源 这是谁逼喊出来的 美国 美国逼着他一个一个点名 借由哲伦斯基的嘴巴 一个一个唱 我唱到你们哪一个 我没有 就好像酒品芝麻官 我掉了 我又捡起来 我掉了 又捡起来 世界各国很尴尬 或者是他们点一点自己的能源 我根本就没办法 你们要把我们整个欧盟搞乱 我们大家也知道 我们一乱 我们一烂 德国 法国一弱 美国就毒抢 很容易判断的事情 问题是 来 乌克兰现在是一个人对俄罗斯吗 我反过来问 俄罗斯是一个人 是打乌克兰吗 俄罗斯跟全世界民主国家在打 不是吗 从武器 制裁 所有全部都是这样 你刚刚兵哥讲的没错 世界各国现在的 每一个人的心思都很纯正吗 你确定 你不要说什么欧盟这边的 远在太平洋的日本 最近安倍晋升的态度也怪怪的 安倍晋升以前是猛罪力的 一直在我们日本就是要北约接受 最近突然间改口了 不对 我觉得俄乌战争是乌克兰的错 你在北约东扩跟 敦巴斯地区的议题上面没有处理好 我也觉得你怪怪 为什么 因为你们自己矛盾 因为拜登你为了要拉拢日本 跑到日本去不见安倍 结果跑去见岸田 你说各国没有各怀鬼胎吗 更何况今天美军伊拉克的基地 又被打了 美国还管不了 他是两次被打了 两个月之内被打两次 美国晋升 所以美国现在可以完全管 乌克兰的事情吗 他已经分身乏术 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你还要打 打中脸充胖子到什么时候 你要再继续要武器 只是把战场在乌克兰的时间越拉长 战场在乌克兰越拉长 我们的八年抗战就已经证明了 死伤的人口 还有你要复原体力的时间 你看中国花了多少时间才复原 所以你没办法做这些决定 可是你全部被绑架了 被谁绑架 上面在操弄傀儡的那个 就是美国 所以能源制裁那个只是个小小 美国的一个手段而已 泽伦斯基自己要清楚一点 解铃还需细铃人 唯一能阻止这场的 也只有泽伦斯基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再带您继续讨论